相信大家最近都被科技鱼狠活整懵了 都不知道酱油该买哪一种吃着才健康 我今天教大家一款零添加的酱油做法 做法简单而且成本低廉 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做出一大罐 而且这样做出来的酱油一点不比外面买的差 我们先准备大概200克左右的豆豉放进碗中 酱油和豆豉他们都是用大豆做成的 所以我们用豆豉来做酱油比用大豆做更方便 因为省去了中间发酵的环节 我们把豆豉给它放到案板的上面 我们把豆豉给它切一下 把豆豉切的碎一点 这样一会在煮的时候更加容易出味 而且更加容易出颜色 这样做出来的酱油就会口感更加的好吃 切的时候尽量给它切的稍微碎一点点 给它切成我们视频中这样的就行了 豆豉切好以后准备一个碗 给它放进碗中放在一边备用 我们在做酱油的时候一定要准备点白糖 因为这个能够提鲜大概30克左右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准备30克左右的白颜色的食盐 再准备适量的八角 再准备几片香叶放进碗中 然后再来点红皮花椒 红皮花椒能够去香真心 这样炒菜更好吃 再准备适量的桂皮 然后我们再准备适量的小灰香籽备用 准备一口铁锅 然后把食盐给它倒进锅中 我们开小火炒一下 炒过的食盐这样吃起来会更香 我们开小火慢慢的炒 随着锅中的温度慢慢的升高 食盐的颜色也会慢慢的加深 我们把食盐给它炒至有点微焦的时候 然后再把我们准备好的白糖给它倒进锅中 然后我们再接着开小火来炒 加入白糖我们是为了炒糖舌 炒热的白糖和食盐放在一起能够起化学作用 小火慢慢的炒 慢慢的白糖就会融化 融化以后就能变成糖舌 加入糖舌这样上色的效果会更好 而且炒出的菜会更香 慢慢的锅中的白糖就会融化 融化了以后慢慢的就会变成我们视频中这样深刻的颜色 颜色加深以后 我们在锅中然后再迅速倒入开水 我这里加入了大概3000毫升左右的开水 大家记住一定要用开水 然后开大火来煮 煮的时间越长 这样酱油的颜色就会更深 大概煮个两分钟左右的时间 再把我们准备好的豆豉放进锅中 还有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各种大料也全部都给它倒进锅中 大料倒进锅中以后我们再加入一勺食盐 然后我们再转成中火慢慢的煮 给它煮10分钟左右的时间 把大料中的香味我们彻底的给它煮出来 准备一个碗 在碗中我们加入一大勺的面粉 然后再加入清水 我们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我们在做酱油的时候一定要加入一点食盐 这样做出来的酱油会更加的纯香 10分钟以后大家可以看到锅中的酱油的颜色已经很深了 并且这个时候料头中的香味也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个密点的漏勺 把锅中的料头的残渣我们都给它捞出来 捞的时候一定要给它捞干净 残渣捞出来以后我们再倒入面粉 大家记住这个面粉水不要一次倒完可以少量多次的倒 当锅中的酱油能够挂住我们勺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再倒入面粉水了 倒入太多反倒不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时候的酱油特别的漂亮 已经可以关火了 然后再准备一个密点的过滤袋给它放进大盆中 我们需要把酱油再给它过滤一下 过滤出里面细小的残渣 把我们熬好的酱油倒进过滤袋里面 然后把袋口给它收起来把酱油给它过滤出来 这个是我们过滤好的酱油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样做的酱油颜色真是太漂亮了 红亮红亮的 我们给大家测试一下酱油的效果 倒进盘中然后用一个纸巾蘸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颜色 这样做的酱油那真的是一点也不会比外面买的差 而且我们这样做的酱油上色效果很好 不管是红烧还是凉拌都是很好的 关键是这样做的酱油没有添加 我们吃着也放心 因为没有什么添加不能够放很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一次不需要做太多 做好以后装进罐子中 然后放进冰箱冷藏保存 随吃随取特别的方便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大家喜欢视频帮我们点个赞转发一下 谢谢大家了明天再见拜拜